英国首相强森前往白宫会见美国总统拜登 过程当中强森是无预警的点名了两位英国记者提问 没想到一旁的白宫人员不仅是在强森回答到一半就打断他 还大动作的要求媒体离开 而现场媒体传出拜登疑似失禁 才会赶紧把所有人赶出场 英国首相强森和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进行领导人会谈 强森无预警的点名英国记者提问 正当强森开始回答问题时 现场多名白宫的工作人员不但当众的打断他 还大动作的要求媒体离开 甚至一度挡住了镜头拍摄 突如其来的举动似乎让强森有点手足错 拜登则是显得有点无奈 就来记者被赶出会场同时 有人说了这句话 根据在场的记者转述 当时传出了奇怪的味道 加上要求媒体离开 网络才会疯传 就是因为拜登失禁才会赶快把大家都赶出去 曾经多次被外界质疑 患上老人痴呆症的拜登 过去忘词口误不断的出球 最近还被踢爆今年一月搬进白宫时 看见前任川普留下了一堆东西 已经很不开心 看到他为了练习打高尔夫球 竟然买了巨型的荧幕投射球场虚拟实境 还摆在办公的地方 气得他当场标骂脏话 表达强烈不满 记者综合报道